2018客庄十二大节庆台东豪米收冬季 11月11号在池上举行 众人以传统三线古礼进行备宫玩伏祭典 今天是你看你发动 既然在外地的人 能够来到我们池上 看到我们这么好的景色 还有我们的客家特色文化 池上香有这么好吸引人的美景 有这么好的米 那么它是我们发展地方观光的一个非常好的利基 所以我们应该要珍惜我们的这块土地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活动 让文化跟农业产业化 也让我们的文化能够传承发展 与会民众与国际福伦社来自二十几个国家的交换学生 一同收割 体验秋收冬藏的季节 农民丰收的心境 与辛苦的劳作 并在乐曲中品尝充满客位的收冬客家宴 悠闲的逛会本展和DIY体验手座后 有兴趣的人现场报名参加趣味的滑杯祈福大赛 这位小弟弟前后总共值出十个险杯 幸运的获得一年份的台东毫米长期饭票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 台东 台东